好 再讓我們看一下第三題 他說回答下列問題 第一個 5是誰的正平方根 代表有某一個東西 那他是5 5是他的正平方根 某一個東西 5是誰的正平方根 代表某一個數字 他會等於5的平方 所以這個數字就是25 因為5的平方等於25 再來第二個他說 負7是2k 加3的 負平方根 這代表什麼意思就是這個數字 2k加3 他會等於 負7的平方 因為負7是2k 加3的負平方根 所以負7是他的平方根裡面 負的那一個因此 負7平方就會等於他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計算一下 2k加3造超 負7的平方等於49 一向過去2k就會等於49-3 就會等於46 所以k就會等於23 所以k就做出來是23了 好 再來我們看第三題他說 根號16的平方根是多少呢 根號16等於多少 4 那4的平方根有兩個 一正一負 所以也就是正負2 因為正負根號4 那4可以開啊 開出來是2 所以就是正負2 那這道題目啊 可能看到根號16你就暈了 所以你很可能你就把它打成說 它這個平方根是16 因為你看到開根號了嘛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根號16它算出來已經是4喔 所以這個題目講實在話 它實際上是問你說4的平方根是誰 那換句話說就是正負根號4 那4可以開啊 所以開出來就是正負2 這就是根號16的平方根 那第四題啊 一樣 根號25的負平方根 根號25是多少 根號25算出來就是5啊 那5的負平方根呢 5的平方根是正負根號5 那負的那一個就是負的根號5 所以咧答案就是負的根號5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看第三題 它就是再進一步考我們平方根的概念 那有一點小陷阱 它問你說 根號16的平方根的是多少 那你可能以為是16啊 但是其實根號16的平方根 就相當於4的平方根 所以咧它的平方根就是正負2 就這麼簡單